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有三 最后一点皇帝也无奈 原因一 杨玉桓自身足够优秀的杨玄演死后 杨玉桓被自己的三叔杨玄角抚养长大 虽然杨玉桓是女儿身 但杨玄角并未因此放松对杨玉桓的教育 琴琴说话样样精通 尤其擅长谈琵琶 而且经过诗书点击的熏陶 杨玉桓性格晚顺 再加上万中无一 则相貌 才貌双全的杨玉桓 在当时绝对是块金子 发光那是迟早的事情 后来的情形也确是如此 在寿王礼桓姐姐嫌疑公主的婚礼上 眼睛四座 让寿王礼桓茶饭不思 哭着喊着 求母亲母贵妃 将杨玉桓嫁给自己 原因二 杨玉桓出生名门望族 展开全文在隋唐时期 门法世家林立 其中最尊贵的 就要属隆熙李氏 赵俊李氏 柏陵崔氏 清河崔氏 金河北清河县 范阳独氏 盈阳正氏 太元王氏 因为李静和崔信有两个郡王 因此被称为五姓七旺 而杨玉桓所在的红龙阳氏 虽然比五姓七旺略逊一筹 但在唐朝时期 也是有名的旺族 向上可以追溯到西汉丞相阳场 隋门帝阳间等 皆是处于这个家族 有着如此强大的背景 杨玉桓嫁给唐玄宗的儿子受网礼貌 好像也没有门不当户不对 原因三 唐朝婚嫁 只论家事 不论个人成就 唐朝时期所谓的门当户 对 并非是说单独一个人的成就 比如在唐文宗时期 唐文宗为装刻太子李勇选妃 最后看上宰相郑秦的孙女 唐文宗想让郑秦做主 将孙女嫁给李勇 结果被郑秦一口回绝 转头就嫁给了一九品小官崔高 原因无他 崔高出生五姓旺族 虽然九品小官与太子地位相差极大 但人家郑秦就是愿意将孙女嫁给冥王更高的崔家 也不愿意嫁给嫁给皇族 唐文宗也只能干瞪眼 叹息道 难道 我李家做了二百年天子 还比不上山东就足 唐文宗时期 这些大门阀都不鸟离唐皇族 更不用说唐玄宗时期了 杨玉环愿意嫁给寿王李茂 说不定还是下架 怎么会没有资格嫁给皇家子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